观众朋友晚安您好 欢迎收看1900重点直播 我是辛华为您新闻话重点 投稿讯息我们要带您关注到的是 今天是民众党召开政治现金的 澄清一次记者会 而今天这场记者会跟先前记者会不同的是 他们特地租过了台大校友中心的大礼堂 那么各界媒体齐聚 同时呢有很多党员干部通通都来了 再加上还有支持柯文哲的小草们 不过这场记者会当中呢 他们清楚的说明了1900多万元 这政治现金的漏报到底是如何造成的 而今天呢在民众党的说法当中呢 其实他们认为这都是中间授权金的短缺 还有相关的影像授权费 以及对于这个回捐的10%的基准不同 导致这个金额落差达到10倍 因此出现了露灯露爆 而柯文哲呢在党团说明结束之后 也亲自上台 他顶着新发型向小草们鞠躬道歉 因为柯文哲说 你们小草省吃俭用捐出来的没块钱 拿一个支持的行动 他都非常的珍惜 从来没有贪图个人的享受 他说他历经了愤怒不满责难这些诸多的情绪 也承受这些诸多的责备 他都要盖瓜成接下来 接下来的三个月他会静待党内的调查结果 他也会好好思考 怎么样地台湾继续加油努力 而他也说一人政党不会因为他一个人而结束 同时呢他也在记者会上宣布自己将会请假三个月 而听到他要请假并且鞠躬道歉呢 台下的支持者小草鼓噪高喊要他加油 可是这场记者会有没有办法替民众党来直写 不再重创他们的社会幸运呢 还要再观察 带领党公职深深一鞠躬 全党陷入政治献金风波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三度道歉 难辞其咎 让支持台湾民众党的朋友们失望 我在这地方还是要表达一个抱歉 我们赔掉了整个财政纪律 也让大家失去了对柯文哲跟民众党的信任 我几经思考 我还是要向党请假三个月 自动申请调查 我个人也要好好反省 我到底还能不能带领台湾民众党 向党中央告假 未来三个月好好接受党内调查 至于全党上下遭受外界责骂 柯文哲说自己必须一肩扛下 在这个地方我要向支持者跟团队说一声抱歉 你们都辛苦了 这段时间你们出门会面对很多的责难 甚至哀骂 请大家给台湾民众党 优秀的党公子还有我的伙伴们 一个公平发展的机会 因为他们已经因为我承受了太多的压力跟责难 台湾民众党从一人政党出发 但是绝对不会因为一人政党结束 我对我们整个党的能量是有信心的 阿伯加油 即便民众党面临危急存亡之秋 小草们仍举起平板手板在现场加油 其中民众党团主任陈志涵 泪水更是不停打赚在眼光里头 你们的愤怒不满责难 我都要盖瓜承受 你们省事俭用捐出来的每一块钱 每一个支持的行动 我都非常的珍惜 我从来没有贪图个人的享受 想要扑灭连烧三周的辽渊之火 在党主席负起政治责任之后 第三私立前方的路依旧颠簸 不过说到政治现金漏报错误 或是物质的案件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金流的导向 还有社会的观感 以及小草们的情绪了 大家知道过去竞选期间 民众党是让很多的一般的工作者 省吃俭用 省出来一笔一笔钱 来投注在阿伯身上 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改变的希望 而现在呢 其实这个政治现金 其实他们清查 有短报漏报了1937万元 这一般的工薪皆足 小草们要赚多久才赚得到呢 那么克文哲也进一步的来说明了 这会计师调节了1916万元 他说这些钱没有挪用 或者是不借 今天也说明为何会出现 短报漏报的原因 但是这1000多万的金流 目前流向何方 似乎民众党团认为 因为他们的凭证跟单据 都交给监察院还有检掉了 所以呢 他们也还要在持续的厘清当中 但至少他们找到原因 他们说 其实这个另外一个也被外界抨击的是 为什么木可公司要会400万元 到柯文哲的人头账户呢 那么民众党表示呢 这其实是柯文哲的一些小物的授权金 当时因为还没有成立竞选总部 所以先汇到了柯文哲的户头 而后续也是作为竞选 还有民众党的政党所用 而针对另外一方面 也是让大家观感不佳的事 就是选举的补助款了 这个金流呢 虽然跟政治现金是分开的 这是不一样的观众朋友 但是这选举补助款 也是小草们一票一票 那么后续呢 其实也是政府拿人民的纳税钱 一票给予30到50块钱不等的补助 来给到了这个参选人的身上 但是呢柯文哲把这个补助款 拿去购置了4300万元的商办 今天他也说 要不要公益信托还在讨论当中 但是柯文哲也表示 其实他买这个商办 虽然挂在自己名下 可是呢 是用来给党主席 也就是他本人 以及民众党做使用的 但是呢 这样的处理方式 外界能不能买单 还有很大的疑问 一句等等 就知道是否也预告 跟老友李文宗的多年交情 即将嘴烈 错在完全的信赖跟信任 你知道吗 来钱款的 只要财务长签合就发行了 就放行了 错信好友 当然也包括好友妹妹 木科公司董事长李文娟 来龙去脉 先招待因为民众哪发现 这就是进总给木科公司 1500万权利金的争议开端 柯文哲自述当初 木科公司成立是为了授权 让木科对外处理商品 授权事宜 所以也才会有木科 给柯文哲 450万元的肖像权费用 我跟木科签的议员 你知道 坦白讲 上面也没有写说 什么要多少钱 要不是这个事件 你知道 我回去问才知道说 他有寄钱给我 我没有在保管印章跟存折 至于木科跟进总 则属友好合作 进总委托木科协助处理 选战事宜 当时还签订合约 进总需提拨 营业总额之不高 于10%给木科 而选战期间直接专款 加上捐款换小物 共木得约1.5亿元 木科认为算下来是1500万元 但科办上后小组认为 应用成本来算 也就是139.9万元 要求木科必须返还 那个权的支出 是财务长自己 自己觉醒就出去了 除了李文中 没有其他人知道 因为木科也是一个 独立的公司 所以还是 也不是我们讲的就算了 所以双方的律师 现在还在走法律程序 明明是好友关系 现在为了钱 却要对簿公堂 TVB的新闻 李博震气宽柔 台湾报道 而这回政治现金的漏灯 误报或者是有争议的案件 其实烧出的也是 柯文哲用人的哲学的问题 还有用钱哲学财商的问题了 而且外界也质疑 如果你购置4300万元的商办 是要给民众党团所用的话 为什么不直接归到党库里头 或是归为政党名下所用呢 而大家也开始检视 这笔钱的来源了 刚刚我们提到 这其实是柯文哲的政治的 这个选票的补助款 那么最后呢 柯文哲是三分之一将有党部支配 而其余三分之二是交给候选人 所以呢 他的选举补助款呢 是有1亿 1.1亿 大约是落在1.1亿左右 所以最后他是有7300万 大约是这样的数额 进到了柯文哲的户头里 中间挪了超过了二分之一 也就是4300万元 拿去购置在立法院附近的商办 那么今天记者会上 有很多记者就有疑问了 因为你拿选举补助款 虽然归到你个人的户头 这些金流 余法是没有违法的 但是你又去购置房产 选前的居住正义 要怎么跟 把票投给你的支持者做交代呢 而柯文哲也解释了 为何用私人的名义 购买商办的逻辑了 他说用个人的名字买 今天多的力道他认为是更大的 因为选举的时候就要做财产申报 就会被大家来检视看到 没有想到这个动作引起很多很多的误解 个人的思虑不周 这是他要接下来面对的问题 而与此同时呢 他说这三分之二归由给他 个人管理的这些选举补助款 接下来通通也都会缴回党库 拿选举补助款后 以个人名义买商办被沿上 柯文哲解释中不忘加点酸 蓝绿在选举补助款上常常各种班 那我拿到这个钱想说 这个钱我也不可能把它吞掉 现阶段我就是台湾民众党的党主席 所以那个国会办公室也是我会去用 但是我的办公室一定是给台湾民众党 在那个地方 回顾了024年 柯文哲虽败仍拿下369万票 一票补助30块 一共拿了一亿1071万多 依照民众党规三分之二给候选人 一共7300万落入柯文哲口袋 其中4300万柯拿来买商办 替党买办公室不是问题 只是到底为何要用自己的名 但是我都没有想到说 这个动作你知道 常常会引起这种很多的误解 还有这个负面的观感 这是我个人 私利不足的这种坏习惯 你知道 这是我要面对的责任 说这只是他长久坏习惯 只是这比买卖 原本商办都还有租约在 租金每个月落入谁口袋 未来要不要公益信托 都得向社会交代 强调这笔账都会用在党务上 只是买商办既然没违法问题 事先却没主动公布事宜 事后才说交给律师处理 阿贝失误再记一笔 而现在真的是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的多事之秋了 过去台北市长任内 金华城的容积变更案 现在呢 检调在昨天48路大动作 约谈了当事人沈庆金 还有中天开协调会的市议员 应小威 那么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 其实沈庆金是不是在选后 也跟柯文哲的团队有交流呢 因为今天传出 沈庆金旗下还有一个相当 具有世界级等级的豪宅 位在新医区的桃珠影院 在柯文哲选后呢 成了干部喝酒团聚来慰绕的场所嘛 那么其实柯文哲也表示 因为当时2024 也就是今年的大选 没选上要来慰绕大家 所以呢 沈庆金呢 就约他到他的这个桃珠影园 里面的场地来唱歌 来慰绕所有的幕僚 但他说他自己从来没有否认 说自己不认识沈庆金 他说财团老板也是市民 他觉得自己的做法都是依法行政 而在今天的经济会当中 大家有问说 沈庆金指控不止好市府时代 柯市府时代也有官员向他所会 而且呢 柯文哲就说 他其实自己看到沈庆金的声明 也是吓一跳 如果当时知道是谁 就会进一步的处理掉了 而现在整个司法的调查 都还在进行当中 特别是沈庆金 还有这个应小微的助理 以及他本人的家庭 还在持续进行 稍后有最新报道 是否他们能够交保 我们会持续为大家来跟进 不过针对为什么在柯文哲任内 这个金华城的容积率 可以从300%多暴增到860%呢 那么媒体人赵绍康就进一步表示了 好市长八年固守金华城 392%的容积率 那柯文哲上任之后 调到了840% 好市长任内应小微 其实也是议员为什么好能扛下关切的压力 柯就配合来举办 来办理相关的说明会 并且最后通关了呢 而且与此同时呢 他也针对了柯文哲在竞选期间 传出的管理问题 或是政治现金张勿态说 选中等期间有这么多的匿名现金捐款 有没有可能是财团化者为零捐的 前后有没有对价的关系 虽然呢这个赵绍康认为金华城案 柯文哲被收押的风险 顶多被约谈调查被收押的风险 是相对来的低的 但是他也认为这也是他必须说清楚 讲明白的地方 而现在陈庆青和音小微 他们都应讯 金阿婷还在攻防当中 但是两个人针对相关的争议都喊冤 但据说警警已经掌握到 他们有4500万元的金流往来 微信集团的台北市打造两大建物 一处是已经熄灯的金华城 而另一个就是在信义区的超级豪宅 桃珠影园 有明代接获检举 说柯文哲曾经出入这里 甚至在这里唱歌 随着国民党议员应小微 和微经集团主席沈庆金 遭羁押禁见 金华城闭案这火越烧越旺 各界就问柯文哲和沈庆金 私下究竟多少往来 柯文哲自己心里也非常的明白 他有没有去过桃珠影园的招待所 有没有唱歌甚至一首接一首 我从来不会否认说 我认识沈庆金 我当台北市长这么多年来 很多这种 对我来讲 财团老板也是就是一个市民 所以遇到这还是有 从来不会去否认 所以有去唱歌 有他请过我一次 但是选后了 选后 选后 他当我说 这选不得 给你喂老姐 就这样那一次 桃珠影园去了 歌也唱了 柯文哲统统认了 但他过去才说 正常关系就像拿刀叉吃人肉 对我来讲 我全部公开透明 而且我都有回忆记录 另外面对沈庆金 指控北市府官员所会 柯文哲恐怕得拿出态度来 因为高嘉瑜再爆料 说北市府公务员透露 因为金华城案压力大到呆不下去 这个压力来自于说 他们坚持是392 但是有各种的施压 要求他们放宽 但是他们有他们的坚持 我跟你讲 我要是知道谁的话 我当时就自己都处理掉 所以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也是吓一跳 你知道吗 不过是这样 既然这个沈庆庆已经在地检署了 他也发这种声明 他就直接跟检察官讲 到底是谁 那也希望检察官就直接去测查就好 对此危机集团再发声明 感谢各界关心 全案尽待司法调查 进化成案 检调进入深水区 逐一拼凑关键评图 而现在检方根据掌握的市政 要针对英小卫还有审庆机 开积押庭申请积押 但是其实为什么有积押的必要呢 通常是检察官认为 这个人可能会有逃亡 或者是串阵相关影响侦办的疑虑 才会发出申请 而值得注意的是 英小卫呢 其实也被发现了 他在过程当中 积极协调便当会 而且呢 他明明在今天 在昨天接受调查之前呢 他先到机场要搭机 发现自己是警官的身份 随后又转点 到了台中的机场 试图再次闯越边境 所以呢 他想要从台中的清泉钢机场来离开 最后呢 检连市 发出了紧急的拘捕令 拘提他导案 也因此 接下来的积押亭工房 也让外界 来看看 英小薇 他在进入检调之前 频频喊冤 所深圳不怕硬子鞋 但会不会 证实再也出不来了 下午将近一点半 一男一女现身在法警室外 为了台北市议员 应小薇的积押亭 两人是应小薇委任的律师团队 进行阅券程序 随即马上走上侦察亭 积押亭从下午3点开始 前一日还谢谢大家关心 如今却面临可能遭到收押 不好意思 让大家关心了 谢谢大家 谢谢 应小薇进到北检 仍然面带笑容连声说谢谢 貌似自己只是来帮忙说明 但他被检方列为涉贪被告 从中收钱 28号检联大动作 缤分堕入搜索 台北市议员应小薇 为了金华城的容积率 自称收到陈琴 从4年前开始 和前市长柯文哲 连续开了3次便当会 5次协调会 也让金华城 获得20%的容积奖励 而应小薇被查出 疑似在2018年到2021年间 涉嫌收费 查出4000多万的异常金流 是不是有什么部分要离心的呢 我觉得尽量就是帮忙 我觉得很棒 不管是被带出办公室 还是带进北检 应小薇显得态度从容 是否早就掌握检方动作 因为27号计划去英国找女儿 预计在香港转机 到了桃圆机场后 被通知禁管 她没有马上回家 一次想要闯关 改到台中的清泉岗机场 想要出境 就被廉政署人员拦下 遭到认为有逃亡事实 隔天上午 马上被带回住家跟办公室搜索 而遭到生压的还有她 穿着蓝色外套戴口罩 走在后面低着头 她就是应小薇办公室的无姓助理 被视为是应小薇的防火墙 检方认为有逃亡串阵之余 最前重大也生压 应小薇的为任律师 传出就是她装正 曾经是北检主任检察官 法务部驻经管会检察官 也待过特征组 侦办多起重大金融案件 这次应小薇卡到4000多万的收费 是否会被裁定收押 就看应小薇的律师团 会不会拿出市政来翻盘 TV微信号综合报道 而究竟这沈庆经与应小薇 之前4500万的金流 这到底是不是属实 是否最正确 早都还要再进一步调查 但值得观察的是 除了应小薇请出了过去呢 在检察官相当有资历的 这个委任律师之外 其实沈庆经也派出了 前北检主任检察官胡渊龙 另外一名委任律师呢 是前特征组的检察官 岳芳儒 原本要搭电梯上楼 发现一旁有大批媒体 改走楼梯上楼 他是微经集团主席 沈庆经的辩护律师胡元龙 面对记者提问 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认为有什么特别颜色的阅法 辩护律师胡元龙大有来头 他是前台北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 侦办过顶星混油案 侦查经验丰富 另一名律师则是岳芳儒 是前特征组检察官 因为追查扁案一举成名 北检大动作搜索金华城案 其中呢也约谈了微经集团的主席沈庆经 只是他在住假的时候 他说他不想要从正门出来 想要从侧门出来 也让检联单位等了一段时间 人家觉得今天很冤枉被叫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只能像检罚官说你 微经集团主席沈庆经到北检附讯后 被声押禁见 另一头微经集团的董事长也列为被告 坐在车内单手遮连 微经集团董座陈玉坤 凌晨两点多被一千两百万交保 亲友不到五点就拖着行李箱来办保 我不觉得很容易的话 检联倒查 沈庆经与应小微是金华城案的关键人物 2018年到2021年间 疑似有一笔可疑金流 怀疑沈庆经涉嫌行贿应小微 希望他协助官说 让金华城的容积率 从560%提高到840% 如今检联要查 双方是否存在对价关系 对此微经集团下午发声明 强调全案近代司法调查 也说旗下所有事业都在各公司董事经理人 领导下遵循公司治理同仁各司其职 营运财务正常运作不会受到影响 金华城案大动作侦办 要查出容积率暴增 到底谁是关键评图 TV编冲的最后报道 好 金华城案目前烧到的是 微经集团的沈庆经 还有旗下相关的投资公司 以及市议员应小微 检方是根据贪污治罪条例来进行侦办 而刚刚稍早我们获得的讯息 在晚间9点钟 应小微将会召开积压庭 而沈庆经的积压庭呢 从下午进行到现在 根据我们司法检调记者的掌握 很有可能挑灯夜战 要到深夜甚至凌晨才会有结果 请您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 我们将随时为您插播重要的讯息报道 而再来我们带观众朋友看到的是 高雄这一处旅馆里头传出了女尸命案 原来呢房屋人员呢 到房间敲门催促退房时 发现女房客49岁的女性 却是沉湿在浴缸里头 一开始大家怀疑 会不会是身体不舒服 在洗澡的过程当中 人就过去了 但是后来 调约监视器发现才知道 跟她同住的男房客 却是行色匆匆离开了商旅 而且离开过后呢 使用了多种的交通工具 似乎想要躲避追踪 而目前呢 警方怀疑她涉案重大 已经动员前往她所在位置 攻坚抓人了 十分高雄警方一路追查 近十二个小时 追到新竹借间旅馆展开攻坚 远近冲进新竹的一处旅馆 上半身打赤膊的嫌犯 直接被压制当场上铐 来 请 来 一起来 来 一起来 来 一起来 46岁的岩信前犯涉嫌杀害女友 仍在新竹被逮捕 警方掌握她从高雄旅馆离开之后 一个人骑机车骑了四五十分钟 到湖内的台铁站 又转火车到台南达高铁 自己独自行动 完全不管女朋友 而就在她搭车期间 旅馆人员发现她女友沉湿房内浴缸 饭店是在12点当时应该退房的时候 发现她们没有退房 所以在房间去查看 发现的时候她是打握在浴缸里面 岩信前犯和女友 陆驻高雄火车站附近的商旅 住了两晚 28号退房当天 上午九点左右 男子匆忙独自离开 不选择就近的高雄车站搭车 而是骑车到湖内 转搭火车到台南 又搭高铁一路北上新竹 直到中午退房时间没人办理 于是房屋人员进房 发现一名女子陈石浴缸内 那名男子是前往新竹 是去找工作 朋友要介绍工作给她 目前没有 犯嫌就是说辞有点反复 嫌犯说辞反反复复不承认犯罪 只是两个人录住 为什么不管女朋友 自己一个人离开 录住期间房间内发生了什么事情 检警调查中 TVBS新闻吴孝龙高雄报导 陈石在高雄三名商旅的方姓女死者 原来跟同住的男住客 也就是警方逮捕的嫌犯 交往七八年了 而让人起疑的是 原来过去呢 这名男子就曾经对死者施暴 甚至拿刀刺伤 9月份才要召开这个家暴案件的相关审理 而现在呢 检调也来检视这名女死者 发现她头部有撞伤 同时呢 在房间里头也发现了镇静药物 家属就怀疑女子是否被灌药 因此丢了性命 28号上午10点 只有看见穿黑衣服的严信嫌犯 独自一人 手上拎着两大包 是衣物行李还是藏有犯罪的证据 那个时候不见身旁的女友 只剩她一人骑着车离去 接下来就是家属接到 方姓女子死亡了 死者家属口中的二人 就是严信嫌犯 脸书合照晒恩案 男方还留下有你真好的告白爱语 但交往七八年 不时讨钱暴力对待 男生没有钱会跟我姐拿钱 然后不到钱 他就会说要 把我们全家 过去双方因为租房子 金钱问题争执 严信嫌犯呛不租了 发恐吓简续 大家喜欢玩货就陪你一起玩 还落话要看Tia 让女友心生恐惧 同年方姓女子拍下嫌犯 吸毒吸嗆的照片 严信男子气到拿剪刀刺伤 之后提伤害告诉 判11个月有期徒刑 首月初要开伤害庭 怎么还会和暴力男友投诉旅馆 29号一早 检警载道商旅踩证 嫌犯始终不承认犯罪 但房内疑似有镇禁剂不明药物 女死者头部有多处瘀青 初步相验 方姓女死者没有自死性的外伤 有没有可能生前遭重疾 内出血 死后被放进浴缸 制造意外身亡的假象 妈妈姐姐兵营馆室内认识 恐怖情人劝分分不了 最后再见冰冷尸体 这结果家人怎么承受得了 TVBS新闻吴孝龙高雄报道 高雄发生这离奇的行车纠纷 健壮的民众忍不住大呼 这骑士是不是真的有练过 因为呢 机车骑士拦下了小客车 拿安全帽砸窗 没想到小客车就驾驶 就把他撞倒还来回碾过 但画面当中呈现的是这一名骑士 居然骑机似得毫发无伤 大马路上发生行车纠纷 还原现场看到这一个机车骑士呢 是把红色的小客车给拦了下来 没想到这个小客车呢 先18股 之后看到穿黑衣服的骑士呢 是拿了安全帽 还有像酒瓶玻璃类的东西呢 是疯狂的砸车 而小客车呢 这时候也不甘失落 直接踩油门 结果这一踩把黑衣服的男子 是压在车子底下 就还没结束 之后又再摸骨再一次 整个车轮呢 都因为碾压而抬高了 这一幕让在场的营重看下了一遍 原本在场的目击者都担心 已经被压在车子底下的男子呢 可能是身受重伤 但最后结果 他只有轻微的擦措伤 这状况是发生在今天早上9点左右 在高雄露竹的中山路上 而初步掌握了解 原来是红色的小客车呢 是因为彼此有行车纠纷 按了喇叭之后 被骑摩托车的黑色衣服的骑士呢 给拦了下来 直接呢在路边呢爆发了口角 但没有想到呢 小客车这样子来回碾压 这样子的场景 让在场民众看傻了眼 最后吵到警察来到现场处理 人就是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互相要提告 一个是要告伤害 一个是要告毁损 好男女朋友吵架遭殃的 却是无辜的路灯 这一名特斯拉驾驶呢 开车连续冲撞多个路灯 而警方随即去逮人 他才坦诚呢 发生了自撞车祸 撞逮了15部的契机车 原因就是因为 跟女友吵架来波及无辜 特斯拉路口没刹车 当场就往路边冲撞 路灯被连根拔起 但是驾驶没有留在现场处理 则是直直往前开 当场落炮 还好是清晨 没有什么人 有人他那个电信杆都 那个都倒了 然后他如果压到别人 我就惨了 车祸意外就发生在台中 南屯区大敦11街 跟黎明路的路口 早上6点多 29岁的何姓男子 开着特斯拉重撞路灯 警方调阅监视器 短时间内就在附近的 维修厂里面找到人 为什么情绪这么失控 因为我在那个福克路里面造势 我以为他来关心我 我觉得他来这边一顿喷那个警察也知道 他结果到黎明路那边 我就有 我知道我撞到东西 那那一次也要报警啊 我知道跟这个情绪一上来 就没想到 何姓男子向警方表示 因为凌晨才下班 当时精神不济 已经先在福克路上 撞倒了路边的15台机车 没想到途中又跟女朋友大吵 心情不佳 一怒之下就撞路灯泄愤 幸好当时没有人受到波及 相关单位也趁上班车流还没有出现钱 收拾残局重新架设路灯 全案一 道路交通关于处罚条例第62条 及社会秩序回复法 第75条第二款 回损路灯送办 但是再生气 路灯也是无辜的 事后警方依设违法将核刑男子移送法办 相关单位也将进一步求偿路灯的维修费 TVBS新闻从意料反映台中采访不到 好 这期离谱新闻 这个红心灵就说 特斯拉的防撞侦测在搞什么呢 但是再怎么防撞 若需要撞 恐怕科技也难防了 而这些我们带你看到的是 您的行李没有跟着飞机一起回家 事后航空公司帮您宅配 但是里头的米牌包 现金通通不翼而飞 该怎么办呢 这是长榮航空的乘客 向我们来投诉 说他的飞机 没有再运到自己的行李 航空公司虽然把行李运到家了 但是行李被翻得乱七八糟 里头包含了名牌包 5000元美金通通都不见 损失金额大约是50万台币 而事后呢 他向长榮申诉 长榮却只说 只能赔他台币6500 宫子里面拆出这个行李箱的时候 我的链子还在这个锁头上面 然后我解开之后 然后打开 我才发现我的拉链怎么变这样子 洪小姐傻眼从美国搭飞机回台湾 选择把行李箱寄回家 但发现拉链明显被割坏 物品被翻得乱七八糟 贵重物品还不翼而飞 洪小姐是7月17号搭长榮商务舱 从美国芝加哥回台 十八号凌晨四点二十分抵达后 被告知行李还在芝加哥 会搭乘下一班回台 十九号上午收到长榮讯息 行李抵台后交由宅配通配送 没想到晚间五点打开 行李箱内面目全非 我们就先去行警局报案 然后立案 然后当时长榮的督导 也有过来 她说他们知道这件事 然后长榮也很在意 毕竟因为遗失的金额不小 洪小姐当下联络长榮 必提供仪式物品表单 包括精品包包鞋子皮带等 以及五千美金 损失合计约五十万台币 七月二十五号 也到桃园航警局报案 八月十三号 等到长榮回复 因为原托运重量是十七公斤 寄回变为十三公斤 相差四公斤 最终理赔六千五百元台币 六千五就想要 就是 你不管想要打翻我们还是怎么样 你至少打一通电话 还是你见个面跟我讲也好 如果万一不见的话 其实航空公司根据航空的公约 他是不可能 照你所声称的 精品的价格赔给你 不要损失那么多的话 其实就是多保一些旅游的保险 对此长榮表示 有安排人员陪旅客报案 配合调查 多次致电旅客及email 请旅客提供遗事物的购买单 均进行后续理赔讨论 但没获得旅客回应 长榮说将会持续协商 必须依据相关国际法规提供适当赔偿 呼吁贵重物品随身攜带 不要放在托育行李 最后别的新闻 您用陈吴婷新北采访报道 而最后来看到的是邻居相逢 想让邻居请客 结果引发了冲突了 台北市万华呢 在路上巧遇了楼上的邻居 想着敦亲木林聊得很开心 还说要请他喝饮料 结果被害人请客之前呢 先去结账刚刚点的宵夜 没想到这名嫌犯觉得等太久了 气到出手打人还超齐铲子攻击 你们是路人吗还是认识的 打谁 他跟谁打啊 他跟谁打啊 他跟谁打 他跟谁打 男子头部血流全身贪乱 坐在地上表情痛苦挤出几个字 说自己刚刚被人打 地上都还有血迹被害人头部不断流血 经济包扎送往音乐 接着通途发生在台北西门 连锁锅贴店门前嫌犯当时拿着 被害者做声音有的木头铲子 就往对方的头部打 而嫌犯打完人之后 再以徒步跑到巷子里 接着跑了120公尺 回到自己的租屋处 警方马上来带人 坐下 你就跟我坐下 什么事啊 我和阿公啊 什么事不能好好说 非要打到人送医 肇信嫌犯与51岁宏庆被害人 为邻居关系 平时没什么交集 当天晚上11点多 被害人在西门摆摊卖碗鸡蛋糕 收工回租屋处碰上 照请嫌犯 两人闲聊一下 对方想喝饮料凹他请 被害人阿萨里答应后 只是想要钱买个宵夜吃 嫌犯却等到不耐烦 出手攻击 就圈来 就一直打我的头 一直打一直打 然后拿了工具 就一直敲我的头 鞋子喷 总共也缝了十一二针 工作没得住 早白摊下雨的话 这个花园就不得了 还有轻微脑震荡 他的个性是比较 激动性的 他做的事情 我们看在眼里 我们都不舒服 想要别人请客 还暴怒打人 邻居关系一杯饮料 就此破裂 冲动把人打到头破血流 以后偶遇恐怕也尴尬 TPBS新闻 林玉成王湖 台北采访报道 新北市三重这处工地 也有状况 那么两名工人工作做着 就变成了街头乱打 究竟是为何呢 原来呢 他们其中一人 觉得对方跟自己的女朋友 走得太近 工作的过程当中呢 互看不顺眼 促进大发 直接开打 两名工人紧紧抓着对方 谁也不肯松手 让一旁工作同事全看傻眼 尽管赶紧上前 想把他们分开 但双方火气还是很大 标马不雅自言 一路从路中央打到工程车旁 其中一名同事好不容易找到机会 钻到两人中间 一把把双方给推开 一边安抚 还得一边留意 不让他们靠得太近 冲动发生在新北市三重 凌晨12点多 当时正在施作博德路的工程 而道路两侧都是学校就在学区内 还有工程站牌会有民众搭车经过 大半夜却发生了打架冲突 警方调查 其中40岁的方姓工人 他不满37岁的灵性同事 私下和女友偷偷聊天 再加上当天工作分配起了争执 薪酬加上救恨 让他再也忍不住当街爆发拉扯推挤 最后互不提告都被用设为法松办 两名工人当时就在这地方爆发冲突 一开始他们火气都很大 最后冷静下来就坐在路边互相聊天和解后 继续工作并没有延误到工程的进度 其实这两人早就认识 这回只因为针锋吃醋 加上工作均职 变得像仇人一样大马路上大打出手 幸好事发后冷静下来 没让有疑似破裂 工程也按时完成 提出新闻综合报道 高雄前镇区新深路这里有状况 这到底是开车还是在开天堂路呢 原来呢这一名货车驾驶 左转时碰到路面坑洞 后车厢的欧义门没有锁紧 结果呢载运的大量的空酒瓶 就直接摔碎在路上 满是碎玻璃 而后方呢其实还有许多驾驶人 跟机机车骑士驾驶经过 真的是现象还生 多部大货车在路口左转 最外侧重量拖着长长的后车厢 才刚弯到一半 后侧的欧义车门突然打开 大量玻璃酒瓶瞬间摔到地板上 东一贯新一贯碎裂酒瓶和黄色蓝 自散落一地 地板上布满了玻璃碎片 通通都撒在机慢车道上 不少机车骑士经过都得小心翼翼 就转弯了啊他们是门没有关好 还是门有故障这个我不知道啊 红灯下面那边那边路面是没有很平 大车进进出出的地点 就在高雄前镇区 宇港路和新生路 29号早上11点多 41岁大货车驾驶左转时 疑似是右前车轮碾压到路面坑洞 这个坑洞长度至少有60公分 宽度30公分 也造成了后车厢向右倾斜 再加上车门可能没关好 满满空酒瓶全倾倒到路面上 汽车装载时所在货物 滲动飞扇破落掉落 处汽车驾驶人形态并 3000元以上 18000元以上罚缓 无论是压斗坑洞或是离心力 车门没刮好真的很危险 还好当下没有其他汽机车经过 无人受伤 环保局特地出动10名人力 垃圾车扫街车回收车都到场 两个小时内打扫干净 才让现场交通回复原状 TVBS新闻徐气红高雄报导 高雄前京区的第三性公关酒吧 发生了火警 而有三名工作人员呢 在二楼等待救援 消防人员紧急假提抢救 他们顺利脱困 博至起火警K叔相当危急 因为是铁皮屋的材质 虎市迅速延烧 整个酒吧成了烤箱 四楼后天挫 整栋陷入火海 不断有大量浓烟从门窗窜出 二楼铁窗还能看到猛烈火蛇 湖内还有人员受困 消防人员紧急假旅提救援 只是浓烟太过惊人 加上二楼以上又是铁皮搭建 温度相当高 消防人员不断往身上打水降温 进一步要破坏铁窗进入屋内抢救 救护车跟消防车过来而已 但是随着火势越来越大 在家里的时候就已经有闻到非常臭 非常重的味道 员工进去里面搬救这些财务 好像是二楼 二楼是不是 因为一楼现在门才开啊 这房子是您的是不是 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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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火地点就位在高雄前进 大力百货后方 29号中午一栋透天错发生火警 一楼是当地知名的第三姓公关酒吧 二楼则是酒吧的员工宿舍 消防人员第一时间从二楼阳台 救下了受困三人 都是酒吧的第三姓公关 只是员工平安获救了 倒是有两名消防人员在抢救过程中 受到火场的高温跟浓烟 遭到呛伤 出现身体不舒服 送医救治 初步研判是一楼包厢 烧一些杂物还有家具 起火点一次在酒吧一楼包厢内 只是当时酒吧还未营业 大火从一楼延烧到二三楼 冒出惊人浓烟 所悉火是在十分钟左右就扑灭 但详细起火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理清 提变新魂需求留学高雄报道 日本的巴萨诺巴天后夏宇丽莎来台开唱 而她的经纪人呢 就是想要去购买一些伴手礼 静静地主之一 没想到却在百货公司的旋转楼梯摔伤了 那么这一名经纪人林子新说 百货公司的医护让她等了15分钟才前来协助 同时呢她最后是搭着计程车去就医的 觉得百货公司的危机处理似乎过于消极了 走在狭窄的旋转楼梯 百货人员带着急救包 一名女子跌坐在地 拿着冰敷带嘴唇红肿 脸破相手脚也受伤 其实她是日本巴萨诺巴天后 小野丽莎的经纪人林子新 小野丽莎25号才在台南办完演唱会 26号晚间经纪人林子新和丈夫 帮艺人到台南一间百货公司买办手礼 却不小心在旋转楼梯踩空 我当时首先是拿我的手 想办法去抓东西 可是左边很不幸的 没有东西可以抓 抓空的 然后我的手就整个这样子就是跌下去 右手抓到之后我还是插到 脚上都是瘀青 然后也没有办法有阻力 结果我就拿我的脸 就不小心就脸着地 所以我整个脸当时都是血 嘴唇还有结痂伤口 拉起袖子肩膀手掌被包扎 膝盖欲清 林子新控诉旋转楼梯没有扶手能抓握 导致她连滚带翻跌下楼 当时还无法起身 在原地等了15分钟 百货医护人员才到场 在等医护人员的过程 我预估差不多等了15到20分钟 因为我真的全身不舒服 而且我很担心我的手 我10月31号在国家音乐天也有演出 我怕我骨折肉 我说我想要去记诊人 他们没有帮我叫救护车 他们帮我叫了一台计程车 我们也不知道那是哪里 也没有人带我们去 我们自己去 然后整个晚上没有任何人 联合过我们 44国也没有 一个都没有 控诉百货没人关切 让他和先生单独搭计程车去医院 而被指控的百货回应 释放当下有表达建议就医 陪同就医等未问关切 但顾客拒绝 百货端仍然透过方式 取得顾客联系 会持续追踪关切 TVBS新闻郭友昌台南报导 台籍钢琴家林子新 2011年创办音乐中心 致力于国际演出和音乐教育培训 也会跟着旗下艺人 小野丽莎国内外巡演 没想到就在台南最终场巡演后 摔得满身伤 昨天晚上我在你们的门店摔伤了 然后没有任何的一个人到现在为止跟我们联络过 请问我们要联络哪个部门 还是我们直接报警呢 那还是您方面留联络方式 我留过联络方式了 我不想再留了 给我转一下 我们现在还没有营业 我们的人院都在楼面准备开店 可是我昨天发生这么大的事故 也没有人关心过我们 难得如果我摔死了呢 还要等到你们营业是不是 这就是你们的态度 麻烦您先去报警 原本希望先和百货联系后一起报警 但林子欣认为客服态度消极 直到当天中午百货才再次来电慰问 而害她摔伤的这座旋转楼梯 入口处位于一楼可通往B1商场 第一段比较狭窄 只有右边设置扶手 在走下坡的时候就觉得会被绊倒 这一块就感觉就是 其实就表演这样撕掉 如果是下去的话 你会无法确定它的高度 所以会有点恐惧 百货也表示 旋转楼梯已经设置11年 建筑设置规划都有符合法规 也会提醒顾客使用上药注意安全 未来在安检评估时 会再研议是否有改善空间 TVBS新闻公共若苍台南报道 2026年百亿的癌症新药基金 让很多癌友以及家属燃起了一丝希望 希望能够加速使用新药 而美国核准癌症新药过后 其实在台湾要等700多天 相当于要两年左右的时间 才有办法让新药批准来使用 现在医师跟病友担心 国家裁员不够 还有这个时辰能不能再快 因为这些癌友都在跟时间赛跑 百人聚集拿着贴碗跟筷子敲啊敲 扮起乞丐从自由广场到铠道上成型 担心到时候面对癌症新药裁员会不够 这赖清德总统说好的白亿癌症新药基金 也会跳票 我本身有大概三个癌症 其实除了健保 然后我们自己的保险 有很多还是不能给付 其实真正要到后续 我觉得没有三五百万 我们基本上是活不下来的 只是癌症新药基金钱从哪来 赖清德之前说过 明年公务预算50亿元 拨入健保基金 2026年达到100亿元的规模 同时启动第五期国家癌症防治计划 明年癌症筛减预算增加到68亿元 卫福部长邱太元也说 指定这50亿要先用于 这癌症新药的暂时性支付专款 50亿不是不可能 仔细听他讲的 其实都不确定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绝对会动用到 我们可怜的健保总额 健保总额一动用 马上又产生健保崩溃 破产的危机 癌症新药基金绝不能跳票 因为这如同癌友们的救命药 以目前来看 美国癌症新药核准之后 临近的日本60天 就纳入健保给付 台湾却得等到700多天 甚至也只核准其中的 三分之一是印证 剩下的只能癌友自费 或是靠保险支印 让癌症病友使用以后 如果我们评估他的经济效益 是符合的情况之下 就可以加速他纳入 我们健保给付的一个时间 裁员会不会卡关 目前都说OK没问题 政府给出承诺 确保未来癌症新药的稳定支付 也会精进癌症的预防 还有治疗丽贫药在2030年 达到癌症死亡 减少三分之一的终极目标 特别新闻 辽南家庭台北重播的 而对于健保经费的运用 现在药师也不开心 原来呢 诊所的这个调剂费要调生 前30名病患 跟社区药局一样 健保点值都是54 今天药师公会就跑到健保署 抗议了 说不喜欢这种 齐头式的平等 诊所药师除了调剂交付药品 还要云端药力管理 比起诊所的药师工作更多元 只是医师公会希望 可以齐头式平等 也让药师很火大 有一些纷纷牢牢 我想先跟大家致歉 署长致歉希望能平息怒火 药师公会药机生全联会 一行十多人跟健保署病们 谈了1.5小时 但最终药师公会还是决定 9月19号要号召 两三千人来健保署抗疫 在诊所的备药 平均100项左右 在社区药局的备药700多项 以目前调剂费健保点值来看 社区药局54点 诊所39点 医师公会提议 诊所前30名的病人 调生到跟社区药局一样 之后再维持原本点值 但药师公会认为 已经违反医药分业 甚至怒呛是药师的事 别来插手 我们药师服务会 有没有合理 我想 这也是我们要改的事情 老板叫他配什么药 他就用什么药 基本上 他没有办法 对于老板的意思 来做否决 医师公会认为这诊所的自聘药师 类似专科药局 根据过去了解 六成拿诊所处方签到社区药局也领不到药 再加上调高诊所的药师服务费 使用西医基层剩余的经费 不影响圣保点值跟药局收入 无论是给药或者是相关服务的时间都会被压缩 那民众即便日后有相关的药药医律 也不一定找到调节的药师 而健保署后续也会跟医师公会会谈 但如果真的做到医药分业 社区药局愿不愿意帮忙抹粉 公会说还是希望有奖励措施 让幼时能感受到真正的公平对待 体育新闻 亮男家庭台北草莫的 山山台风正在侵袭日本 不过它的路径飘忽不定 速度忽快忽慢 甚至担心会回马枪来到台湾 气象鼠说其实几率并不大 窗外鸣鼓 景色云层很厚 灰蒙蒙一片 于是渐渐增强 台湾旅客Hank到日本洽工 行程也被影响 本来要从东京搭飞机到风雨第一线的雄本 因为山山台风航班取消 只能改搭新干线到福岗 在桃园机场也有旅客上午要出发到 仙台很担心飞过去会不会回不来 她会担心 回来的时候 对对对 后来我们也会取消 因为我们隔天也是有工作 中台山山来势汹汹 周四早上七点左右登陆路尔岛 美国全球模式甚至一度预报 山山可能回马枪大回转再度靠近台湾 不过最新预报已经修正和其他国家一致 持续朝北北东前行 往南偏折的路径可能机率上还是会比较低一些 明天大概晚上左右的话大概在四国这一带 那的确有部分的模式其实是有开始做 它大概在日本四国这附近可能会有打转的一个情形 导引气流弱速度慢 路径的不确定性就会更大 地形影响到了四国确实有可能偏折或打转更久 也有其他专家认为可能创下影响日本最长时间的台风 前行专家吴胜宇也认为下周日之后 菲律宾东方到台湾东部海域附近 都还是有新的热带扰动发展 不过变数还很大 结果上旬亚洲的U18还有U23世界杯 即将举行比赛 今天有球队的友谊赛但欲语暂停 备战即将开打的亚洲U18轻棒赛及U23世界杯 中华棒鞋及教练团为两支台湾队举办练习赛 第一场是U18以6比4击败U23 但第二场打到二局下因与世太大取消比赛 U18选手中获得乐天桃园第一指名的重炮张兆宏 惨遭出身球集中左侧肋骨下源 当下痛哭倒地 但随后伸展教练表示战无大碍 另外柯敬贤今年加盟洛杉矶到齐队 近期在美职体系的新人联盟打击状况不错 连市场有安打表现手感火烫 这两天的比赛配合一些作战 目前大致上都还算顺利 投手跟打者的水准其实都不错 那现在就是说在打七局赛制的这种状况下 是不是可以在集中棒次 然后在前五局最好就是可以把分数来做领先 另一边U23阵容除了有一名旅外投手沙子成 终止有九名好手入选 其中包含多名2019年U18冠军时代成员 统一是22岁何恒佑年纪最大扛下队长重任 魏琼容王顺和在古堡家商时期 与何恒佑曾为队友也入列 富邦汉将王念好继去年U18世界杯后 再次加入台湾队中心打线 整体的状况我觉得慢慢接入加剧 奥状伤他们变得有点害羞 忘记我们是一个团队 亚洲U18新棒赛下周在台北天母 及乐天桃源球场率先开打 预赛和韩国巴基斯坦及泰国分在A组 取分组前二晋级 2号晚上6点半首战将强碰韩国 U23世界杯则是6号开打 台湾与韩国荷兰 委内瑞拉 尼加拉瓜 南非同在B组 6号下午2点半首战也要交手韩国 分组排名前三则可晋级 上街夺得季军为队史最佳成绩 此次盼能继续突破 TB新闻宁荣传 吴婷台北采访报道 闹起队球星大谷香平 带着他的爱犬一同来开球 现场还发放了限量公仔 球迷排队强暴 大谷香平的爱犬弹额头 摇起棒球 全力从投手球冲向主人 大谷首度合体爱犬一起开球 完成后还不忘机杖 成为赛前焦点 正好这天是稻奇队迎战精英队 稻奇也选择在这天 发放大谷和爱犬的限量版摇头娃娃 就是这个大谷抱着爱犬的摇头娃娃 限量四万个 让球迷抢破头 尽管当天是礼拜三 开赛前八个小时 就有人排队 球场外密密麻麻都是人 排队人龙根本看不到镜头 信誉抢到公仔的球迷 脸上笑容根本藏不住 今年五月就曾发放过 打者大谷的公仔 只是这一次更吸引人 大谷也拿着限量版公仔 同框爱犬 画面相当可爱 不仅限量公仔超夯 大谷当天的表现 也没让球迷失望 大谷首局首打席就开轰 打标赛季第四十二轰 接着他在三五局 各跑出一次倒雷成功 大谷追平推一球星 罗德里奎兹的记录 成为史上第二位 打标四十二轰 四十二道的球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为了玩黑暮空 海外玩家读西游记 黑神话悟空爆红 销量上看两千万套 预计销售额将突破两百五十亿 这个改编自西游记的游戏 意外赢得全球玩家好评 大陆新华社形容 标志中国游戏 大胆进军西方市场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属于那种 开天匹地跟孙悟空这个西游记的这样一个人物 还是比较贴合的 就是因为西游记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 黑神话悟空支援十二种语言 全球贩售 平台Steam上已有来自超过三十国的玩家 甚至有海外玩家为了更好融入游戏故事 开始酷毒西游记 使得黑神话悟空成为大陆新一轮文化输出 经济下行 然后再加上本身一个政策的严格的监管的趋势下 然后如果这样的一款产品出来 包括受到全球或者是中国这么多用户的喜欢 那对整个行业 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的作用 我觉得这个作用 会比这个本身这个产品 或者是赚了多少钱 它的意义会更大 看着热潮大陆咖啡连锁店主打 购买套餐 即可免费获得黑悟空游戏周边 其中限量版3D海豹被秒杀 瞬间涌入大量人潮 线上系统差点崩溃 黑神话悟梁真的超过我们的预计 例如我们已经推出了产品 大概一星期 然后整个东西已经卖了 差不多一年一年 咖啡不是唯一想分一杯羹的产品 从游戏手把到游票 共享自行车等都抢搭这波游戏热潮 黑悟空重磅开局 高盛预计 未来将有更多大陆3A游戏 进军全球市场 TVBS新闻 夏明镇蔡一姐综合报导 许光瀚成为公益大使替代艺男 替代艺男到特殊教育学校表演 与孩子们开心互动 这也是艺人许光瀚 未来一年的替代艺工作 许光瀚在8月20号入营后 接受一般替代艺基础训练 8月29号上午举办一别甄选 他也依照个人专长和意愿 选择位于南投中心新村内的 内政部社会议 替代艺公益大使团服役 许光瀚未来也会像这样 到全台各老人安养中心 儿童之家 以及特教学校等机关 寻回一眼 传达公益关怀之外 还会有反独宣导 电影里面有一个 里面的那个Just Dance 就是赞赞男大哥在玩的 那个里面的人物 就是陈伟豪 特别的是 他主演的电影 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 导演陈伟豪 之前也是在替代艺公益大使团服役 许光瀚是不是也曾向导演 咨询过大使团的工作内容 才决定到这个单位服务 未来其实不管做任何的作品 或哪一种类型 其实我觉得喜剧跟幽默感 可能还是我会想要继续尝试的 除此之外 历年来同样在公益大使团服役的艺人 还有刘冠婷 李国义 韦里安 周定伟 李又廷跟黄豪平等人 都是利用各自的专长 在社会角落传达公益关怀 根据了解许光瀚所属的 第二五八梯次替代艺男 将会在九月六号结训 艺男们休假两天之后 九月八号收假 九月九号就会播交到 他们选择的服役单位 继续接受专业训练 而许光瀚的专业训练 则是在成功岭 直到九月十三号 再到所选单位 也就是注点在中心新村的 公益大使团服役 TVBS新闻 李承佑红彩伦台中采访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 七点到九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